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Pedicu是在2016年的2月早城 当时有一家网吧搞类似比赛 我就在Facebook找队友一起跟我打 后来就有半年的业余时间 9月就正式成为了职业队 一开始我也在想 可以不应该读完这几个月呢 因为等下几个月就DSE 但他说我们12月尾要去台湾受训 所以错过了就没有了 一开始他们都不愿意 为什么打机可以找到食物呢 我就说服他们 跟他们解释什么是电子竞技 不是打机那么简单 然后承诺说会拿到一些成绩给他们看 证明自己没有走错这条路 一年来多了很多本土的战队 缺买市民的支持和政府 很多香港有潜质和实力的选手 都要去其他地区打 好了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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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感谢观看